今天是说我的Waylive的EP3 那EP3里面的主打歌是《无药可救》 大家会有人问啊 一个人如果他无药可救了我们还救他吗 你们觉得这句话熟悉吗 这句话是那个陈晓春春哥说的一句话 那个他在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就是觉得无药可救的人还要救他吗 你要看他是因为什么无药可救 因为这首歌表达的就是 比如说我因为特别爱音乐 爱到一种无药可救的地步 那你觉得要救吗 我觉得不要救 我要继续的爱下去 让这个音乐有更多的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唱给大家听 所以无药可救 不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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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每个半度不见的人 曾经都无药可救 不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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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歌真的是对我来讲非常自由 天马行空 你可以任由我在这个歌里面去翱翔的感觉 所以基本上没有想过这首歌写完之后有人可以唱这个歌 我在成都野唱会上首次唱这个歌 我觉得这个歌的效果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嗯 然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己对于音乐上面的一个 嗯 我的一个表达 大家肯定听到我脑子里面的旋律是什么样子 看到没摄手座就是这样的旋律 但其实之前有写那个precious啊 那样的旋律也是会规整的对吧 你们喜欢哪种样子的我呢 好 我们把最后 最后 我最后去补一下 最后去应该是低下来 但是有一点点 嗯 对对对对对 我一直觉得是两遍 但我我我再来一个 最后去我再来一个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还是想这就结束了 不要再反复的副歌 然后把第三句再补 把第四句再补一下 我不是一种爱的谁 不会你要的完美 不管理解的风吹 这万一千早点 对我失点个人满天 我不是一种爱的谁 不高虚高的完美 不管它 确实有多累 自己的梦做得美 自己的梦做得美 WayLab的EP3里面还有一首歌 叫做Slow Down 翻译是一往五前 那 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 因为 他这个歌表达就是 不要停下来嘛 不要停下来 一直往前走 不要什么东西都觉得 啊算了算了 我不要去做 等会再去做 我觉得你就是第一时间 去做这个事情 你就会 你就会因为自己 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去成长 不要想太多 Slow Down这个歌的风格 也是很特别 大家 也特别期待 我在现场唱 其实我自己也很期待 哪一天能够唱 Slow Down这首歌呢 应该 快了吧 毕竟专辑都发了 对吧 那 等一下 Comment 你不可能 那是人 不可能 我也有学习 原告